总统三选人郭台铭在今天上午公布了2024他的副手人选 事实上连日来可以说大家拆了一轮 没想到居然是曾经出演了戏剧人选之人的资深艺人赖佩霞 那么郭台铭今天在记者会上呢是大力称赞 他说赖佩霞就是他要找的唯一一个天选之者 直播现在外界质疑了 如果以这样的郭赖佩大党来参选 可能就代表了在野阵营合作破局吗 对此赖佩霞他也强调了 无论如何他自己加入了就会走到底 从部幕出来那一刻爆发无数尖叫 郭台铭将搭档一人赖佩霞参选2024总统大选 平和的社会 赖佩霞女士便是这一位万中选一的最佳人选 是我选择竞选搭档时的唯一人选 在跟郭董借过两三次之后 我就很确定他是一个我可以合作的对象 因为他他很有趣 那那个部分我就希望 而且我那时候我真的是跟郭董说 郭董很清楚 我刚才讲说 以赖功赖出奇招 但这人选压到最后一刻才掀开 赖佩霞曝光争许内幕 他们找我是叫我来教训他 就是比方说好好说话啦 只要需要我 我本来的工作就是住人 本来就是这个君子成人之美 不过郭赖佩成行 在野阵营还能整合吗 还是早就做好牺牲打准备 随时退出战局 非常地乐意 非常地高兴 我选对了一个partner 从头到尾 我只跟他沟通 直选 我认为他就是我的天选之人 您会跟郭董走到底吗 走到底呀 只要我们夫人答应的话 郭市长 我一直对军警 有崇高的敬意 我非常敬重我们的军人 我甚至于觉得将来的政策 我觉得军警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 柯市长 他是个教授 他讲话我听得懂 郭台铭戏剧话公布副手 能否向人选之人迎来完美结局 还是被蓝白河大士所趋遭恶浪选走 精彩好戏正要上演 谢谢吴永安 鲁金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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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